农历年春节将至 不少在外打拼的打工人纷纷回家过年 像是一直在内地带货直播的向华强夫妇 一是席儿子向左向右一家四口一同返回香港 1月16日凌晨 向太陈兰在社交网首都分享一张全家符合照 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琪琪出镜 一家六口同框画面温馨满血 从大合照墙上背景 Happy Birthday字样来看 原来是婆媳俩一同庆生 64岁向太陈兰 11月15日生日 39岁小向太郭碧婷 则是今日16生日 两人只相差一天 缘分妙不可言 相众 面露参笑的向左贴心揽着爱妻的肩膀 婚变谣言不攻自破 郭碧婷眼神宠溺望着儿女 为了保护小朋友的个人隐私 奶奶陈兰特意为一对孙子女打马遮挡 但憨太可去的模样仍旧清晰可见 事实上 向左、郭碧婷夫妇两人爱的结晶鲜勺 曝光真容 爱女小奶黄向直两岁生日时 小姐弟俩曾一同露面出镜 伴随大儿子向身与包姐鼻子高挺 长相遗传妈妈 妻子与母亲合体亲生这天 为人子、为人妇的向左 分别送上两个生日大蛋糕 一红一绿 还以子女的名义送来亲生花篮 仪式感满满 从亲生的画面来判断 向太一家并未邀请太多的宾客 只安排了一场小型家庭聚会 妻子、甘儿子、肖敬腾弹钢琴 唱生日歌为干妈送祝福 据悉 39岁新二代向左与一达女还郭碧婷 于2019年9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两人远赴意大利举办隆重婚礼 因恋宗女儿们的恋爱修成正果 婚后 郭碧婷甘愿放弃演艺事业 积极为夫家开支散业 分别于2020年10月1日 及2022年6月下旬 但下一女一子 向指、向生 原以为如愿凑成好字 实现儿女双全的向左 郭碧婷夫妇 有了一对爱的结晶后 会更加恩爱甜蜜 怎料 港媒却爆出两人 至今尚未领结婚证 并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妻 此外 向左婚后与妻女长期分居两地 竟趁着郭碧婷二胎孕妻 与甘姐姐共处一室 令二人婚姻蒙上阴影 事后 听闻女婿投色花边新闻的郭碧婷爸爸 也是公开斥责向左 并取关其社交账号 不少网民猜测 郭碧婷豪蒙儿媳妇的身份 早已名存实亡 本月1月12日 被网民发现 悄悄取关向左 INCE账号的郭碧婷 独自带着女儿 坐飞机头等舱前往香港 外界一度误以为两人决心离婚 尴尬的是 仅过了4天 向左 郭碧婷夫妇便用恩爱行动 来证明婚姻无恙 顾若金汤 让一众看衰者惨遭打脸 值得一提的是 向太陈兰 曾与儿媳妇达成协议 要身足三个网 如今一子一女已到手 年镜不惑的郭碧婷 层面林之身的压力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必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